我回到Part 2的影視摩天輪 好,繼續講起,這集三部電影一大件夾底食 對,一大件夾底食 接著來講這部電影,就是一部日本電影 何者 如果原裝就是,正裝是叫何者 而香港的話,我記得是有副標題的 何者我們都想成為某人 這部電影其實就是,講述一班大學生 去找工作的管制 但是由於這個背景,在日本 日本的大學生的過程跟香港有點不同 因為如果香港的話,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是讀完大學 然後才弄四年或者三年 要找工作了,要找工作了 但是日本大學生就不是日本大學生 其實在大學未讀完的時候,你就是需要去找工作 其實最後一年,他們要開始籌備這件事 籌備,但是真的不需要去見 但是最好就是差不多畢業的時候 你有來電通知 就是所謂的請你,那個通知 那就最好的 香港也是 因為香港我也知道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不太說這些 我就不知道香港是否對他們 看你哪科,民科 就有些人就很 care 真的可以很久 因為我知道 香港其實都是有一些 會計師的流行 都會在大學上找一些未畢業的人 去請他們先的 雙科是比較多這一類的東西的 但民科和理科其實 看看你的人是怎樣 沒有什麼要求你一定要這樣做的 對,但是日本就看到這件事很重要的 就說怎樣帶學生去拿內頂的東西 因為其實當你一旦拿不到內頂就畢業的時候 當你畢業之後 其實你就沒有什麼機會去做一些比較有前途的公司 因為大家會很直接拿個有識眼鏡看 畢業你也拿不到內頂那麼廢的 其實會這樣看你 會直接被人標籤了 我們很難再打破這件事 是的,這個標籤就標籤了 而這套電影其實就是趕出一群大學生去找內頂的東西 而他們其實本來有些是懂的 有些是不懂的 但是在一個恩怨當中 就是朋友就說 原來你有找工作 對呀,我有找工作 然後就聚在一起 就在故事一開始就說到他們很職位 我們要互相幫忙 去想怎樣去找工作 就是想一些策略 例如說 其實找工作這件事 其實有些少是鬥吹水的 只要你在那個理論上 就說到自己有什麼經驗 只要不被人拆出這些經驗 就是真實的經驗 就是怎樣去拋見官 還有一些面試技巧 但是隨著電影一邊做下去 你就會看到其實 故事有幾個 故事有1 2 3 4 5 是5個人 你就看到其實這5個人 各自各都是有一些 想拉著 就是想看對方死的心態 就是會開始為了 令到自己有份工 而去不自覺地去善對方 他就不是為了自己有份工 就是為了自己有份工 就是為了自己有份工 而想善對方 其實就是混蛋了 也算是實際 也算是有一個實際用途 其實他們的身份就是 不值得 會不會找到 你也不可以 就是魚蛋論 簡單來說 我沒有魚蛋 你也要沒有魚蛋 當中有個心態比較獨特 當中的心態就是 講到自己 我看得很快 就是覺得其實 不需要這麼積極找工作 其實你這麼積極找工作 搞到自己人次人鬼不次鬼 那樣為了什麼 就是沒有意思的 但實際上 這題是自己背後 其實自己也是在找工作 即是他最關心的 即是說不關心 但其實他是很關心的 但他又很會做作 因為這個故事 都有個角色 他說自己我不關心 但他自己找工作 但他找工作 去見工作 他又要不穿那些正式 即是正裝生 就要把他很有獨立思考 即是懶有型格 對 懶有型格 因為 其實 故事其實 由我主角的角度看上去 就是說 其實這傢伙根本就是害怕 將被別人看下去 所以 才特意擺出這個款式出來 是的 即是這套是除了說 他們比較 怎樣看對方 怎樣想拖對方下水 亦都說了一些 成年人的 一個年輕人的心 就是 即是有些年輕人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 說得很滿不在乎 其實真正 害怕臣 對 因為怕臣 就假裝自己很不在乎 其實就是掩飾 是的 還有也都說了一些很無裸的事情 就是 到底 找工作這個過程 其實 根本找工作這個過程 其實 就不同 在大學 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他故事裏面有一段方法 不是說的 就是 你認為自己 去面試的時候 表現得很差的時候 對方都會 突然覺得你很好 就會請你 是的 有些人覺得自己表現得很好的時候 反而 到一份 他見到一份 就沒有音訊 即是 沒有一個 建功這件事 即是年輕人 投入到社會去建功這件事 其實 沒有一個 不同的學校 沒有一個 沒有安全感 是的 即是 不知如何 由大學生 轉為社會人的時候 那個基準 突然間就喪失了 其實去到大學的時候 那個基準 已經開始含糊了 但是 到你真的出道社會那一刻 是連那個 比較含糊的基準 都沒有了 你是什麼都沒有 不定的了 已經是很難去 去預計 你自己會怎樣 是的 還有 故事說的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挺有道理 就是 當 去達到社會 意味著 其實就是一個 需要 只能靠你自己努力 即是 它說是一個 身份轉變的問題 就是 當在 從小到大的時候 你的身份轉變 是潛進的 即是小學 嬰兒 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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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中學 大學 不需要自己去積極 想我的出路 想我的出路 不需要這樣的 但是當你去到社會 你就要 轉換自己的身份 這件事情 全靠你自己 即是你可能 一進去做個保護職員 都要靠自己努力 可以升到課長 經理 或者在自己人生上 去轉變自己的身份 例如 一個 結婚 父親 即是全靠 轉變身份 全靠你自己 其他人 就不會 再有一個 前進漸進的制度 去幫你去推出 或者說 不會有人給你意見 所有事情 都是源自你的決定 你自己去決定 當然是不一定會做到 但是你要決定了 你才可以去做 但是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你有個很清楚的目標 就是你 你幼稚園的目標 就是想上小學 上小學的目標 就是中學 中學的目標 就是大學 大學之後就沒有了 除非你想繼續進修上去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會 如果你是要正式入職場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會 沒有了 你就會沒有了 那個既定目標 那就會 那種彷徨 我想目標就是想拍 那種很彷徨的感覺 或者很迷惘的感覺 這個是電音訊息 而在故事劇情上 它的編排 其實都值得說 例如對於故事 其實很多的情節 都是由他以攻打人 這個 故事是主角的角度 其實 故事交代 其實那些大學時期 是一個戲劇的愛好者 就是自己有組劇團 甚至乎在大學時期 也都想過 不如我們以後 就跟他 當時他有個拍檔 就說 我們以後就靠戲劇為生 但是隨著這個大學時期的前仗 他就想 其實 找不到吃 就是 追求你了 就找不到吃 然後就算了 我就去建工 故事就說到他好像 很有準備 還有分析能力的形象 就從他的角度去看其他的角色 甚至乎 就一直說 從他的角度去看他以前的partner 就說他的partner 之後繼續經營戲劇這條道路 但是 在托營的角度來看 帶給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 他的partner在戲劇這條道路上 其實 是有一點點叫做 刺激的感覺 就是說 我們一個月就會出一套戲 但是網上的評價 就對這套戲 其實對於劇團的製作 其實這套戲很悶 就是由他的角度去看 就是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有一點點 而其他角色也是 值得說 一個叫做歲月和江泰郎的角色 而故事交代話的歲月 其實一直都是喜歡江泰郎的 但是江泰郎就是一個比較自由的人 比較自由的人 所以 虎仔就說 其實他雖然想和江泰郎在一起 但是由於他的家庭因素 就是說他的家庭是有些問題的關係 他是需要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即是如果他和一個這麼自由的人一起 他會覺得未來好沒有保障 他其實是想和江泰郎一起 他其實是想和江泰郎一起 他都想拋開那個包包 但是他拋開不到 他是向現實屈服了的代表 絕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女性 是會這樣的 他喜歡一個人 當他想到未來 即是未來如果和這個人 是不可能有穩定的生活的時候 他通常都會 有很多人都會放棄 找個第二個穩定些 他就沒有找第二個 最終其實他都想和江泰郎 不如我們一起戴江泰郎 但是我是一個比較自由的人 即是當你有這樣的包包 我們是很難在一起的 是的 而江泰郎其實這個角色 其實發展其實挺有趣 因為古仔一直都說 其實他是由大學讀這麼多年 其實都是在這裡玩的 就是在這裡組樂隊在這裡玩 但是古仔一直說 其實最早找賭工的其中一個人就是他 為什麼這個其實是 因為其實他是比較擅長 容易表達自己的人 當這些人去面試的時候 其實是會比較擅長一點的 是的 其實你讀書成績好 他反而不是最關鍵的東西 因為其實衰些說 你的interview就是 用騙那個人去請你 這個時候的口才其實是 比你的所謂的學歷 嗯 不過其實 古仔那一陣子 他自己的平日都是 雖然我找到工作 即是我見到工作 但是見到工作 其實不代表什麼 接著其實我也不知道 在這間公司 其實我做不早 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 你有interview的機會 但是工作是否適合你 是否你想做 是否你接受到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是更加很多疑問的 是的 其實這個主要的原因 其實他是要安慰陀仁的 因為其實 就是陀仁是 到最終他都是 找不到工作 實際上他用他 找工作的時間 是比所有角色都是多的 是 就是古仔 最後中幕一段 其實 就是最大的謎的就是 其實說 陀仁其實一直自己是 是在上網去打一些事情 而其實 暗牙的其實 他是有一個 後避一個分身掌控 就是 不停說 其他角色的壞話 就是 就是說 這個女孩很做作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那條 都不明白 為什麼江太郎玩了這麼多 都可以找到工作 根本都不公平 就是不停踩他們的 這個 根本就是一隻刀 是 而最終故事就告訴你 其實 托仁比他們幾個 裡面 是更加 去早找來定 而到最終 他都是找不到 因為故事交到 其實 有些角色由於 他做交流生的關係 其實大學讀多一年 而江太郎 就由於 他掛著玩的關係 所以 就 要讀多一年 而只有托仁是一路 跟著課程去 然後 讀基本的大學的流程 他就不導演 但是 而他 很多一年 找工作 其實他都是找不到的 是 這個 同樣就是 一個很無奈的感應 就是 究竟 安分手機 反而是 混蛋 其實 安分手機的關係 其實 故事其實 雖然 由托仁的角度看 在國灣 他那時候的拍檔 一直 巡視 戲劇 其實是很不現實 這樣 但其實 隱約 一 交代 就是 其實 托仁是很妒忌 他的舊時的拍檔 可以一直 在戲劇的道路前進去 拍檔是 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那 就算 哪怕 那樣 他都 無怨無悔 壞些說 但托仁就是 強迫 其實他一直是 所謂 其實他不是又是向二十屈火 他所謂說到自己很精打細算 其實就是向二十屈火 那 他 他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 其實 其實他根本 實際上 在心裡 根本就 不渴望去找到一份工作 因為故事叫一個角色 就說 你一直這樣 去開 分身帳戶 去踩下其他人 的時候 其實 不代表你做了什麼 但是 你這樣去貶低其他人 將自己擺在一個 一個 偏遠的地方 去看大家的時候 當你去到面試的時候 就是 那些人 在這個 面試的過程 感受不到你的熱情 在這裏 即是 故事說 你為什麼可以擺 可以這樣 從旁觀的角度去踩我們 因為你根本 你的心裡 都不是投入在裡面 是的 因為其實他就是 所謂他有很 很敏銳的觀察能力 但是這種觀察能力 是給我看其他人的 那你自己呢 他是看不到自己 是的 看不到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是的 所以 當去到面試 其實他表現不到自己 也都令到 因為這樣 所以 讓大家做不到去找 也都找不到的原因 是的 但是 那這套挺有意思的 這套 都挺貼地的 真的 至少很貼近日本社會的問題 因為 日本社會 哪怕是看其他日劇 日劇 就算是哪怕是喜劇 搞笑的 也好 其實都會帶出這個問題 譬如是 譬如是 尼彩老師 尼彩老師的男主角 他長期都在便利店裡打part time 但是 他一直都找不到全職工作 就比很多人 就是很多其他角色會笑 他是垃圾 那當然是為了搞笑 但是其實都 都很明顯顯示到就是 很多大學生 或者很多讀完書要出來找工作的人 找工作的人 在日本裏面 都是要面對著這樣的問題 嗯 那其實是 那我覺得這一套電影 就是我就這樣聽 是覺得是 是很能夠顯示到他們那個社會問題出來 嗯 而那個心態 我都覺得幾倒獄 就算是 就算是 香港的 大學生 我想有些人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嗯 嗯 我覺得這套戲 還有 他有些情節 是講得幾個倒位 就是 因為有些人一直很強調自己 在網上打那些文章 強調自己很努力很努力的 但是其實 就是 究竟 他實際上是 真是很努力的 還是 是 他只不過是想別人說他努力 還是因為 當他不敢打的時候 他就已經支撐不了自己 再努力下去呢 是的 那 你自己努力了就可以了 其實你不一定要告訴別人 當然你都可以告訴別人 但是 有些人 其實 先說自己很努力的原因 就是有些人沒有反感 為什麼他這樣打 就是 表示什麼 其實 有些人的原因是因為 當他不敢打的時候 他肯定不到自己 是的 他就肯定不到自己 他打了自己 我真的有努力過 就算現在沒有成果 但我真的有努力過 就是一個 是一個自我安慰 而不是曬命 或者是 其實他是 我不知道自己這樣算不算努力 然後你打出來 然後有個人跟你說 其實你真的很努力 那他就肯定到自己 其實就是這樣 是的 這個是一個 有些 這個行為的時候 可能有幾種不同的可能性 是的 那這套東西的心態都寫得不錯 OK的 但是在電影我覺得 他的剪接很奇怪 因為他整套是用托人的角度 有時候他又會跳回 去烏院 去二連劇團的partner 跳來跳去 其實有時候 不是很跟蹤 如果看電影來說 是 還有他有個角色很奇怪 就是三天下子做的 就是托人的前輩 但是他一出場 就好像漢頭細節一樣 但是 你又不是很明白 究竟他漢頭些什麼 就是 那個角色有和沒有分別 OK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本身小說沒有這個人 而他因為要加生田下子 所以加了這個角色 我還沒看到 我有買本書 但是我還沒看到 但是這個生田下子出來 很壓到牆 很壓到牆 存在感很強 但是你又不是很明白 對這個故事的流程有什麼幫助 是的 這套東西 真的有個這樣的缺點 OK 但是那些演員都很OK 就是男主角 佐藤健 女主角 就有村假信 有乾田上身 最好的是 做小組村里香的二家附近 因為在尾段 其實就是 由他去踢爆 托人 就是有開分身帳戶 去踩他們的 就是 那一場戲 其實整套是最好的 佐藤健是高登仔 就是這樣開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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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聽完你講 我就想買 我反而想買小說回來看多些 Fantom 還有他也是有編排過 就是說 他說確認開分身帳戶 其實是有編排過 就是 中段有說過 其實就是 由於是用電郵去做註冊 當他用電郵手上 就可以找到 那些人的帳戶 其實就有 這樣的編排過 就是知道拖映 就是有開分身這件事 OK 是的 不是最後突然說 你開分身 這件事就不會突然爆出來 就是有編排過 OK 是的 這部電影也不錯 可以看了 但是跟之前兩套再不同 就算是Logan也好 其實都算是娛樂片的一種 但是這部電影也很難看得到 整體來說 會看得開心 但是怎麼說 屈滿悲劇 其實這種極化的悲劇 某程度上都是娛樂的一種 這部電影也是不開心 因為這部電影就算到最後 不要講會找不到工那些 是不慘 就算找到工 也不代表會開心 就像《友川教授》那一樣 因為他家裡的原因的關係 就是找了一份沒實的工 但是 最終這份工 就讓他不會讓自己 可以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大家都沒有一個感受 根本沒有一個人會開心 好像彷彿告訴你 當完結了你的學業生涯之後 你就注定之後是不會開心的 其實這套當然也有娛樂的元素 你看他找那麼多帥哥、美女 那麼多出名的演員回來 都是想引多些人看的 但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不偏不倚地 將他認為的社會的現實去抹開給你看 這個就是比起之前那兩套戲 Power Rangers當然不用說 前面那兩套戲都是科幻片 始終都是想娛樂大家多過 想給你一些訊息 這一套顯然是想傾向 訊息又會是多一點 訊息量多很多 看看大家比較喜好哪一種電影 差不多了吧 嗯 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遲些再講講其他電影 拜拜